哈喽 如果你没有报到明天晚上的线上课 或者是你明天晚上没有空 那你可以用这支影片来帮你做复习考历史课的复习 那第二个我想要提醒各位的是 老师这支影片准备的范围是第三册 中国史的一到四课 也就是从商周到明清 那第五课不包含在里面 为什么 因为第五课的分量特别大 难度也是地域级的 如果把全部塞在一起 你会整个资讯大爆炸 你会吃不消 所以我另外有复习的影片来帮助你去认真 专注在第五课的学习跟吸收 OK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那开始之前呢 我还是要先提醒各位国三的会考战士 你接下来就要有出题者的思维 你必须像一个老师般思考 什么意思 你们在面对一次范围比一次还要大的复习考 你们很容易会乱了手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会觉得说 哇范围好大哦 要从哪边开始读啊 读不完啊 所以你很容易出现两种状况 第一种状况就是乱读 因为不知道从哪边开始读啊 就真的乱读啊 所以乱读就会导致你一片混乱 你读了真的等于没读 不如不要读好吗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你会想说 嗯 我要努力 我要认真 我要都读 我也必须提醒各位同学 这样的讲法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你不止有历史课要准备啊 你有很多科目要准备耶 那这么多的科目范围都越来越大 你怎么可能都读啊 读不完啊 你也没有那个时间啊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这一支影片请你参考我的想法 像个老师般思考 题目会怎么出 会怎么分配 会怎么安排 你要有这样的出题者思维 你才能够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OK 那我们就从这次的范围来帮大家做分析 这次的考试范围是1到3册 社会科的会考是54题 54题里面历史占1三分之1 大概就是18题左右 那18题考1到3册 你觉得题目会怎么分配 诶 你有没有想到 有可能就是666 有可能呢 对不对 18题刚好666嘛 一册各6题 但是我必须以我的专业告诉你 如果我是一个初题老师 在历史科来说 一二册都是台湾史 台湾史可以考同整的题目 一二册出在一起 那第三册是中国史 是这次复习考新增的范围 所以应该会是这次复习考想要强调的地方 所以分量会再加大一些 所以如果我是初题老师 我会这样安排 台湾史一二册我把它出在一起 出一半九题 那剩下一半呢 我就会把它安排在中国史的考题 所以那中国史的范围又很大 我帮大家整理了一些重要的知识点 你可以参考看看 那我们这部影片会分成PART1跟PART2 PART1会先介绍四个知识点 OK 那么正式开始知识1、知识2、知识3、知识4哦 好来首先考点1 我认为绝对会考国家如何统治 国家如何统治有两大制度 这两大制度的判断非常重要 是经典考题中的经典 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什么是封建制度 什么是郡县制度 老师问什么 你尝试回答看看 来首先封建制度 我要把什么东西拿来封 我要把土地拿来层层分封 所以封建制度的封者是土地的分封 那我要封给谁 我是天子 我分封给地方诸侯 而且很特别是 诸侯不只得到那个分封的土地 我可以在这块土地拥有我私人的军队 我也可以对于这块土地的人民 征收税收来取得我的财政支援 所以地方诸侯你可以看到他的土地是独立的 我的军队武力 独立的我的财政税收 我的 哇 所以不得了 我是个天子 我怎么会放心让地方诸侯有独立的武力 独立的财政收入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感情好 我们有血缘关系 而且我们有礼乐制度 对不对 我把土地分封给你 我照顾你 你就把部分的税收交给我 来孝敬我 礼尚往来 有没有 什么时代 这样的制度是最成熟高度发展的呢 答案就是 西州 在西州的时候 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制度最为稳固成熟的时代 不过你想 家人真的不会背叛你吗 家人拿了你的钱 不会就跑掉了吗 不会在背后捅你一刀吗 所以封建制度是有很大的风险啊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接下来它会瓦解 然后慢慢的发展出郡县制度呢 因为我是天子 我是皇帝 我当然希望权力绝对的集中啊 射一射都缴给我 只有一支军队保护我就够了 不要让地方诸侯有机会称雄称霸嘛 对不对 所以地方官员不再是我家的兄弟 我把土地分封给你 而是由我中央统一派任 我派你过去 自然我也有资格把你fire掉 收回这个任命权 所以你跟我的关系不再是血缘关系 你跟我的关系依法行政法律就很重要 在这个时候不是用礼乐制度 礼尚往来讲人情的时代过去了 现在是讲法律好不好 依法行政的时代来了 所以在东周春秋战国之后逐渐形成郡县制度 到了秦朝算是郡县制度相对成熟的代表 所以我们讲常提到这四个字 什么是中央集权 你这样刚听我复习完封建制度跟郡县制度后 什么制度相对的具有中央集权的效果 当然就是郡县制度啦 官员有我派任 地方官员怎么可能会有自己的军队 所有的税收都要上缴给我中央集权 好 现在看题目 今年的会考题1.12会考 周人把商灭掉之后 在东方有了新的土地跟新的统治人口 短期间内急速增加 所以为了要统治广大的东方 就发展出什么制度 周人就因此发展出所谓的封建制度 我把土地分给你 封给你 来帮我统治广大的东方吧 这一题通过率不高 只有一半的人答对而已 那再来106年这一题 一开始就告诉你了 君王及大群一生 郡县长官由君王直接任命 地方官不再是血缘世袭的贵族 而是有才华有能力的平民老百姓 指的就是郡县制度中央集权的开始 所以再来看这一题 从天子到皇帝 从诸侯到郡县长官 从有功劳亲属的世袭 到中央我来派任官员 反映了从西州到春秋战国 到秦朝的演变 所以答案选什么 好 来考点2 讲完了国家如何统治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 那我们要统治大家需要一批官员 那我们怎么选出人才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就一个朝代 一个朝代帮大家整理一下 首先西州答案很简单 就封建制度啊 靠血缘啊 对不对 血缘关系 世袭这个爵位 世袭这个俸禄 所以在西州封建制度盛行的时代 靠爸啦 我爸是贵族 我就拥有一切 我爸是nobody 我也就是nobody了 所以西州是所谓的 是官是入 一切靠血缘 世袭 但是我们讲 到东周就不一样啊 我为什么可以成为春秋五霸 为什么可以成为战国七雄 我靠的不是爸耶 我靠的是真的实力耶 所以如果我想要复国强兵 我想要打败其他的对手 我就要找真正有能力有才华的人 来帮我工作 叫用人为才 再来下一个 到了汉朝收汉武帝 你还记得还有什么样的制度吗 由地方长官来帮我推荐 叫查举制度 所以地方长官要明察秋毫 那要明朝秋毫 帮我找到谁来推荐给我 我要两种人 我要孝子 跟什么 清廉的人 所以孝子联利 你孝顺吗 你清廉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特质 就会被地方长官看重 推荐给汉武帝 那汉武帝除了有查举制度之外 他还设立一间学校 你有没有印象什么学校 答案就是 太学 你在里面表现很优秀 我也可以让你当官哦 可是你要怎么表现很优秀 你要读什么书 什么书都可以读吗 不对不对 你要读诗经 礼经 溢经 春秋经 好你读这些经典 这些都是儒家经典 你成为诗经博士 我就可以派你当官 可是如果你读别的 那个不行 只有儒家经典 所以我读尊儒术 用这样的机制 连动性的让大家 你如果来到太学 想要当官就得读儒家经典 OK 好 那我们也知道 到朝位为什么要改 地方长官有时候执眉啊 给我随便推荐 说孝顺不孝顺 说清廉 结果超会A钱 所以地方长官不中用 我直接派人到地方考核人才 然后把人分成九个等级 你还记得是什么制度吗 答案是九品官人法 那我要靠什么东西 帮人家打分数 怎么分等级 靠的是家事背景 靠的是才能 靠的是品德 而这一连串 我有介绍过 哪一个几乎可以决定一切 哎呀家事背景真的好重要哦 如果没有好的爸爸 好的家事背景 我怎么去上才艺班啊 对不对 对家事背景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我们讲九品官人法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变成十个字 上品怎样 下品怎样 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四足 你的家事背景 几乎就决定了你的分数 所以这样不公平嘛 对不对 好像还是要靠家事背景 不是靠你真正的实力耶 所以到了水潮的时候 就实施什么制度了 什么最公平 不是你爸是谁 不是你家里出生怎样 而是考试分数决定一切 要做什么 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 所以科举制度啊 虽然他的名字换了很多 但基本上大同小异啦 从联考到基策到会考 他就考试啊 所以科举制度自从实施之后 非常的稳定哦 到了清朝才被废除 到了清朝才被废除 但是 也是换汤不换药啊 对不对 废除了再换新的考试制度而已 所以你们应该最懂 对不对 模拟考 考什么 那就考试啊 来说我们来看97年基策题 陆建的祖先 世代都在贵族土地上坑田 但是到了陆建本人的时候 可以拜师学义 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 在很多国家担任官员 所以这是什么时代 东周 用人为才吗 我可以靠着我的能力 在很多国家去当官 所以答案没有东周呢 怎么会没有 春秋战国就是东周啊 答案选V 那我们来看这一题 关键字有没有找到 我朝思暮想啊 我要干嘛 优待孝涕 选拔豪俊清廉 来了来了 关键字孝清廉 孝廉孝廉 差举制度 答案选V 好考点三 考点三呢 我们要来谈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互动 来了 重要的关键史是 什么是勇家之祸你还记得吗 什么是勇家之祸 想想祸 祸代表 不好嘛 代表东西坏掉了 谁坏掉了 哪一个朝代灭亡 西晋灭亡了 西晋的首都被匈奴人攻进去 皇帝被抓走了 然后北方的胡人族群纷纷建国 所以北方陷入大乱斗 五胡十六国 然后北方人啊跑啊 好可怕哦 胡人纷纷建国 然后展开一些杀戮战争 打不赢 逃 逃到南边 就建立了东晋 所以南边就有个新的开局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首诗哦 来我们来看一下 胡儿执己申明堂 所以胡人当家作主 晋朝的天子变成俘虏 北人跑啊跑到南边 所以南边的人为什么还能够讲晋语 因为以前从北边跑过来的嘛 所以这一段指的是什么 这一段指的就是勇家之祸 所以勇家之祸南北的课题就不一样了 北方的胡人那些统治者他要思考 我是少数民族啊 可是我要统治绝大部分中原的汉人 我该如何做呢 所以胡人跟汉人的文化怎么融合在一起 共存共融呢 那南边就是 我跑到南边 这里不熟 本来一片荒凉 我要怎么开发让他成为我未来住的爽的好新家 对不对 我要把我的新家怎么打造成住起来很爽的地方 OK 所以来 北方有个统治者非常有名 他致力于胡汉融合 我要汉化 他是谁 他是 北魏孝文帝 来北魏孝文帝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汉化 我要搬到一个很汉的地方 我每天起床睁开眼 哦就好汉 就自然而然汉化了 所以要搬去哪里 从老家 北方的平城一路搬到 洛阳 洛阳那个 过去一直是汉人的政治首都 东汉 首都洛阳 西晋 首都洛阳 是要搬到汉人的大本营 洛阳 然后开始疯狂的汉化 所以他本人叫拓跋宏 皇帝自己改用汉姓 叫袁洪 然后穿汉服啊 说汉语啊 认真的通婚啊 汉化汉化汉化 汉化 耶 好 你们来看题目 我跑到首都洛阳 看见穿汉服的湖人 看见湖人小贩用汉语 努力的想要跟我聊天 籍贯改成洛阳 哎呀中了 胡汉洛阳 北魏孝文帝 再来一样的 把都城往南迁到汉文化重镇 迁都有人不爽 没关系 打爆你们继续汉化 谁 北魏孝文帝 那南边很简单就开发江南 我们讲六朝的贡献 哪六朝 从三国时代就开始了 三国时代谁立国在南边 魏蜀 吴没有错 孙吴 东晋 宋旗 梁臣 哇有这么多朝代都在南边建国 所以这个首都在哪里 他们这六个朝代 六朝的首都都在这里健康 今天的南京 所以我在南边建国 我当然要把我的家打造的舒舒服服 飘飘飘亮亮 原本一片沼泽 到处都恶雨 灯格勒 很不舒服 又湿又热又闷 现在我整个把积水排除 沼泽这边开始盖宫殿 盖寺庙 碎碎碎 疏通水道 开发后的南方 不得了啦 所以我们讲开发前 很热 灯格热被蚊子咬 好痛苦 开发后 南朝484 多少楼台 烟雨中可以唱烟雨萌萌了 所以考题就曾经考出来啊 110年的会考题 史书一 长江中下游 这里地广人稀啦 这里什么原始的耕种方法 人们没有钱啦 史书二不一样了 水泽广阔 良田广茂 哇哦 哇哦 春色错落不一样啦 前后 史书一史书二 跟什么有关系 六朝的开发 好 最后呢 我们来谈谈考点四 考点四 我们来谈谈大唐盛世的文化传播 讲到大唐盛世 谁让你觉得 这个皇帝很威 很强 整个随唐盛世的光芒 就从他开始打亮 他是唐太宗 他做了什么事 他把谁消灭掉 东途爵消灭掉 所以被称为天克韩 天克韩的意思是国际盟主 就像今天美国是全世界老大一样 当年唐朝就是东亚地区的老大 所以很多人都渴望向唐朝学习他的文化 所以他的文化影响到周边的国家 有哪些国家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 请问你这是哪里 没有错影响到日本 日本当时派了很多留学生来中国长安学习唐朝的文化 然后把他们的文字改良成日本的平甲名片甲名 仿造长安的那个首都的建筑 盖了平成金平安金耐良跟京都 在历史上日本这个大规模学习唐朝的唐化运动被称为哪四个字 大化革新 下一个来朝鲜半岛上这个国家叫做辛罗 他也很认真学习唐朝的儒家思想法律制度等等 所以被认为是朝鲜半岛里面最文质彬彬的国家被称为君子国 再来哇这个国家很大一个啊 对唐朝来讲也是一个西南边的威胁叫土藩 如果土藩在唐太宗的时候向唐朝求亲 我很仰慕你们的文化 你可以嫁个公主过来啊 嫁谁咧 嫁白雪公主还是贝娥公主咧 都不是嫁的是文臣公主 好所以文臣公主带动了汉藏之间的交流 最后来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我们现在世界史讲的阿拉伯帝国 当时被称为大石帝国是整个中东霸主啊 所以中东霸主vs东方霸主天赫汗 大石帝国跟唐帝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决战 叫做大罗斯之一 谁输了 唐朝输了 所以唐朝的士兵被俘虏 有一些是造子工人 所以也因此这个造子技术本来是中国独有 独家秘方现在也被带到了西方 所以造子数因此稀传 好所以我们最后来看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很简单 你看到日本新罗中国 然后派遣史节留学生去学习交流 所以会想到是唐朝那个时候 日本的大化革新 OK我们先复习到考点4 考点5会分另外一支影片 来带大家继续往前复习哦 光是前面4点就够你累了对不对 好所以先休息一下吧 我也要休息一下 好拜拜